歡迎班主任飛鎖 今天我們現場一片喜氣 沒錯 當然 我們三個人也著不同的這個禮服 跟大家見面 因為今天是什麼日子 今天 大家知道我們的節目 就是禮拜六在播 對啊 考考這位 今天喔 今天 禮拜六八點嘛 八點對不對 對 兩個人真的是 現在是2005年 現在我們這個節目播出 剛好就碰到了元旦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這個音樂還好 我們在等著你唱 怎麼唱了半天還沒有歌詞 我現在想他這個到底是 七頭人還是來去台東的前奏 我跟妳講 我們節目永遠是守在最前面 希望各位同學跟我一起倒數一下 現在等到聲音了 好 過來 五 四 三 二 一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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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生日快樂 Yeah 這邊 還有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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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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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嗚 嗚 嗚 菲哥 什麼叫提早倒數 人家昨天晚上倒數 今天1月1號了 對…倒數是在重新的時候 對 有一個我忘記報了 一定要報一下 各位也可以看到他沒有化妝 是什麼樣子 Happy New Year 嗨 余大哥 什麼事 我不用 你愛 腳怎麼會起來 笑聲 有沒有看過這麼偉大的 星星爸跟星媽 為什麼有家長坐在那邊 因為她的掌上明珠 我們這演藝圈的閃閃發亮的星秀 清清 小公主 清清 菲哥哥你好 不要這樣 不好意思 我也是很怕她出道 她出道我那個輩分就晚上長 總有一天叫她張伯伯我就累了 來 跟大家拜個年 OK Happy New Year 希望大家有一個完美的 完美的生命 謝謝 今天爸爸媽媽是來驗收的 不是來參觀妳表演 沒有 其實上菲哥的節目 壓力有點大 真的 對啊 爸爸媽媽 我們幾個壓力才大 菲哥 余大哥眼睛一直在瞪著 有兩位 一位領導 一位政治委員 我們拜年 一些外地來的朋友 對 他們有不同的拜年 Essa 來 玖子 主持人 跟大家拜個年 用日本話 新年明天 祝 Tolkien 乾杯 今年也請free possibilities уем 我們是快樂的好兄弟 唱歌跳舞都帶一起 There 歡迎光臨 謝謝 現在你們是北京 你們是北京 小姐 看過頭 這個就是這樣子 再來是韓國的何玉秀さん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年真的有很多日子 2005年 大家做的日子都做得好 大家晚安 歡迎光臨 看上阿美大… 看上阿美大 越來越漂亮 真的喔 你同樣馬虎的時候 馬虎 來 俄羅斯話跟大家拜年 真的都聽不懂 好 謝謝 接下來到我們東北角天后 來 玉芳 她還要唱歌喔 這什麼啊 這什麼啊 這個一聽起來就是 大概是白俄羅斯在旁邊一點 黃俄羅斯的話呢 不是 我剛剛講的是原住民的話 阿美族的話 這個就要解釋一下 第一句叫做 這什麼意思 祝大家身體健康 在南哈渡丹 Nunamu 萬事如意 真的喔 還有舟族的話 還有舟族 阿美族 阿美族 就是祝福你的意思 怎麼有點像南美洲的話 這邊還差一根骨頭 身為台灣人 新台灣人就要各個的語言都要學習 這是我新年新希望 是這樣 對 讓東北角不只是東北角 太好了 全台灣都 Nar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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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著唸一首 Nar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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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飛哥 你不要用廣東話講兩句嗎 對了 我忘記了 對 香港有很多很多觀眾 太多了 對啊 恭喜發財 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 妳是不是客家話還是台語 台式上 大家 想什麼也就有什麼 海上海 想什麼就有什麼 是這樣喔 對啊 真的是不是 對啊 問題是明年是基年 基年 基年硬說點什麼樣 基年啊 對 基年真的不好想 抓嘴 加曳汽 這句話一定很深喔 我們一定要學會 加曳的就實生是 Eu3 天天都有雞翅 O2 我以為是很深遠的一句廣中話 可能是黃樞老師留下來的名言 那你整天天有雞翅總比 嫣嫣都煮鰭豪吧 煮鰭又是什麼意思 做鰭 派人 這個就對了 派人 王助理呢 嫣嫣都吃鰭了 不是 天天有雞翅 你要說雞鴨魚肉 就是富貴的表現 天天都有雞翅 表示就是富貴滿滿的意思 是這個意思 對… 好 忙到頂了 拍手 好 忙到頂了 好 希望各位帶著這個祝福 祝福觀眾也是祝福我們自己 今天 今年的開始 這個第一天元旦 我們大家是不是願意用 這個以往對我們節目的 這個向心力跟努力的精神 繼續為我們奮鬥 沒錯 好 今年的節目會更好看 謝謝各位 請回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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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呢 我也趁一個機會 就到全世界各地去考察了一下 你去考察去了 對 因為你在原地不動 不要說向後退 原地不動就是退後 對啊 全球的這個主持人高峰會 邀請我們台灣的代表 就是菲哥 來了 菲哥 尤其這一次舉行剛好是在上海 對啊… 在上海的電視台 大家對菲哥的那種邀請 聽說菲哥一下飛機就是那種 六節的那個 大概是六節 六節 什麼 比爾蓋斯那天也知道 六節的那種那個 接你的 六節的那個… 禮車 禮車 我就從中間 我想禮車門應該在中間 怎麼一直拉不開 就一共四了七八次才知道 門還是在最後面 這是開玩笑 我如果去哪裡可以撈開 對嘛 而且我一上台第一句話問候 我是用台語 我重新要說這個 我說各位觀眾朋友新年好 新年大家大賺錢大貨錢 一開口就講台語 這是最不容易的 因為到上海去上節目 你要講台語不太可能 居然菲哥用台語跟大家問候 這個會有掌聲鼓勵一下 好感動喔 因為我們是不管怎麼講 我們是來自台灣 從台灣過去的藝人 說台灣的台灣話一定要講 要說出口才可以 這樣感覺很溫暖 對 他一開口怎麼把我這麼偉大的 情操變成很偉大 這三好 好 接下來就要開始 我們今天的節目 沒錯 張江蕙遇上張飛 永遠只有笑場的份兒 感冒 等一下 要嗎 怎麼 從對方如果感冒 跟他聊天要閉氣 要旁邊先吸吼 這樣子喔 而且你好 一舉一動 都讓我感冒 她說不定 她說不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號稱台灣優質美腿的名魔 陳自玄 蔡栩珍 美德里尼 定氣名神 美德里尼目瞪口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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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坐去 好 八卦珍華廳號稱世界上最美麗的人種 來自Korea的角色風華 何立秀 好 她現在有沒有正常的每個月都來洩洪一處 一番参照人家的角色風華人 當然有 當然有啦… 就是她說她在韓國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會問她一樣同一個問題 到底有沒有啦 有沒有那個 柯立秀會怎麼回答這麼尖銳的問題 好看 好八卦的精采內容馬上來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Essa 嗨 動摸 嗨 Essa 越來越可愛了 蛤 真的嗎 在日本的新年 除了新年的氣氛以外 有一個什麼民俗 民俗 一開始是31號的時候 日本人一定會吃麵 吃麵 吃麵才能可以過1月1號 那不吃紅豆便當嗎 紅豆便當是 第一次來那個的時候才吃 我知道妳這樣講 每天都在吃紅豆便當的 過年 對 過年跟T字的時候不一樣 對 然後吃麵 就是表示長壽的意思 沒有 長壽麵 對…長壽麵 還有 1月1號 12點的時候 那個有聚廟 聚廟裡面然後 講 講是… 是 對… 剛剛空鏘老師的那個 講 對… 敲鐘 要聽 妳一定要相信我們空鏘老師 對… 妳不要等他 妳只要有動作他就會空 對… 妳真的把我撈開這種話 要消幾次呢 你一百零下 一百零下 不是 一百零八下 妳們國家的風俗還要看大字報 對… 為什麼敲一百零八下 不知道 那是好慢喔 一百零八下 一百零八下 對… 妳敲完後面也不要表演 對… 聽說是求暈緣 求暈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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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暈緣是什麼 聽不懂 暈緣就是要結婚 對… 希望求到一個很好的結婚 對… 所以我跟妳講 沒有 因為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一直心裡想說我應該 23歲的時候應該會結婚 但是 我已經22歲了 而且我已經不知道 怎麼弄才可以23歲的時候 可以結婚 怎麼弄 怎麼弄 對 這很容易 我們都可以教妳 不行 因為好像大家都還沒結婚 對啊 對 反正就是最好不要跟後面的阿姨學 後面的 不是每一個阿姨 對 阿姨 你說的阿姨是 你說的阿姨是誰 我是不好意思講 她們就是 像妳是不知道怎麼弄才會結婚 對 她們就太知道怎麼弄才會結婚 好啦 給我們帶來表演 什麼表演 今天呢 我有帶來一個 日本的新年的組長 請願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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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 謝謝快樂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這一位 很難得出片 而且每一次出片就是重感冒 算是一個國寶期的藝人 雖然產量少 但是每次都有一定程度的轟動 對 他已經是連續連裝 好幾次的這個金曲獎了 他只要一出片就是金曲獎 對啊 當然金曲獎每次得的 都是最佳女歌手 聽說她今年還想挑戰製作人獎 看到沒有 我們到底是哪一位 所以大家大概已經知道了 一起來歡迎 江蕙小姐 Yes… Google 有凌醉的伴 我吃的夾啥點吃 一路滾滾滾滾的變化 唱出著你的心情 年少奶奶滾滾的比喚 只能有誰人唱的歌 一路滾滾的眾生 我真心的歌聲 凌晨世界 未來交往 若是你聽到 我很想我 才是我 最近的心聲 去旅遊海角 沒問題就是我 聽我的歌 跟你吹吹 啦啦啦... 啦啦啦啦... 你的心裡長的聲 我真心的歌聲 凌晨世界 你來交往 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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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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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你動世界 你來交往 YES Oh YEAH 謝謝我們Jerman 三位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二姐你好… 二屆只要是一開孔 就是品質保證 真的是好聽 對… 你說真心話嗎 當然是說真心的 對啊… 因為我每次看你對每個藝人 都講同樣的話 好不好… 是嗎 表情上有一些不同 真的嗎 哪裡不同 對有一些人讚美 只是停在表面上 有一些我對他有一點點感覺 差不多到胸部 到胸部 像你是已經到了從 我們的這個 甚至於 再往下… 別叫往下講 不能再往下講 奇怪 飛哥 通常我們像江蕙姐這樣子的藝人 應該在後面一點 就壓軸路子怎麼會這麼早就先 因為二姐她今天感冒 身體不舒服 想說趕快早一點 什麼 感冒 等一下 幹嘛 而且妳好 妳好 今天不停 飛哥 妳好… 哈囉 她是很過分 不管她多大膽 但是妳還要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們主持人有一個原則 對… 對方如果感冒 跟她聊天要閉氣 這樣一起來要旁邊先吸吼 好不好 但是換氣妳們兩個要幫忙一下 好 了解… 但是當她面前換 那就不禮貌了 這樣子 而且妳好 沒想到真的 妳知道我心目中的分量 那不是開玩笑 唱一首歌 一憑一笑 一舉一動 對 對 他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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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快一點… 快吸一下 吸太飽了 講不出話了 我有經驗 這個我有經驗 吸得太飽會講不出話 我再 我講一講 換妳 好… 所以說最近又出新片 可以說對我們觀眾朋友來講 是一大福音 閩南語歌曲 已經沒有幾個人 能向您絕席的真愛 其實每次能夠訪問到江蕙姐 我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妳的專輯我好喜歡聽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而且妳怎麼可以一直都不變 這麼樣的美 妳沒說什麼還這麼好聽 剛剛念雲說真的聽到 比憋氣誰長 比忍攻誰強 重感冒的江蕙 笑到完全失控 飛哥還有怪招要出 馬上回來 名模陳思璇 蔡樹真 邀請飛哥一起走秀 飛哥完全失神演出 蠻感動的 因為為什麼她真的是講起來 是很用功在練 對… 有時候我以為她去玩了 沒有想到我半夜三點鐘 我故意去查琴 還在現場跳 還在練 對不起媽媽 先跟你講一句 對不起媽媽 懷疑妳好記錯了 好不好 沒有 其實我也懷疑妳在懷疑我 是不是 沒有 我會講一講換妳 好… 所以說最近又出新片 可以說對我們觀眾朋友來講 是一大福音 閩南語歌曲 已經沒有幾個人 其實每次能夠訪問到江蕙姐 我都非常非常的高興 因為妳的專輯我好喜歡聽了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而且妳怎麼可以一直都不變 這麼樣的努力 每次都還能這麼好聽 剛剛念雲說真的 不能夠聽她 不能笑 坦白說 在我的心目中 沒有一個女人可以取代江蕙小姐 因為最近媒體還問我說十大美女 講到十大美女 菲哥的心目中 永遠不會忘記的就是二姐 對不對 你說對不對 你看二姐已經開始在感動了 不過 雖然報商雜誌上 我們常常看到很多風風雨雨的事情 但是在心目中 我們做晚輩的永遠都覺得 您才是永遠真正的大師母 師母妳好愛樂 我真的思念妳很久 沒關係 沒辦法 感冒就感冒算了 對不對 而且最偉大的地方是 她說她不再參加這個 金曲獎頒獎天 講到金曲獎 我先先恭喜妳 憑音很重 哪里 金鐘獎真的是恭喜恭喜 謝謝 謝謝 一直沒唱 打電給妳 妳機子都沒開 真的嗎 對啊 打電給妳家 妳爸爸 妳剛剛就這樣恭喜 就這樣結束了 我要怎麼辦 恭喜一定也要擁抱一下 對不對 領獎對不對 不用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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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這個鼓勵 比真的金鐘獎還要了不起 對啊 也不用什麼 煙什麼火要拿 那天我看妳好像很開心嘛 哪有 很高興嘛 有看到喔… 嘴巴形狀要保持好看 就是不能真的去吸人家接吻 才會好看 對啊 你如果真的吸到嘴型一定會變 真的嗎 我那邊看報紙這樣 對啊 這邊有沒有凹下去 沒有啊 所以才會 江蕙姐才會說好看 浸得更漂亮 甚至還鼓起來一點點 因為她這個感覺就是這樣 憲哥會再吸一下 你沒有 如果吸就不會 臉型就變了 這就是身勢風度 大師母在這 為什麼還要用手做示範呢 對啊 對啊 你真的主持功力啊 精進很多啊 真的… 這真的大師母走得真快 大師母叫得很順 越來越順 連我也叫大師母 那大師兄是誰 今天二姐來了 我們一定要合唱一下 對不對 那現在說我的唇品一聲 你為什麼要這麼順口 所以我選的這個 剛好要有鼻音 不說他不敢 這謠傳曲好不好 真的可以讓我們見識一下嗎 來 大家一起來 跟我來 大家一起來 老闆 好啊 把那個穴子扔揚 這樣可以 pł 我讓我一絲絲 在兩邊安傷條 我好想把那雙手照揚 叫我們用一牙 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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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把那雙手招勇 叫我們用力量 一路遙向外 因為最後一句那個 傳染率會比較高 對 最後一句我 大家站在那邊 吹怒 看你那條我看 那條 一路遙向外 後面有和音 很美的 走 平原來 一路 一路遙向外 我 平原來 一路 留在急嗎 大排要上廁所 我們只好等最後一句 妳要唱嗎 有… 一路 一路遙向外 一路遙向外 一路 一路遙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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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什麼 這個奧運的健康 可以在旁邊 好 表演都在等 快 他今天很開心 他今天是怎麼樣 是不是看到後面很多美女的關係 我真的還沒看過 貝哥怎麼沒有那麼開心過 雙可愛 雙可愛 奇怪了 雙可愛 我們表演是看到後面還是看到我 看到你 我如果是 我眼鏡一定是 面向你眼鏡看那邊 眼鏡看來看 你好 眼鏡是 把主持 一路遙向外 一路遙向外 我 將 我 好 謝謝 Tina 什麼時候 二姐如果跟我唱歌不孝 那我就成功了 真的 有什麼音嘛 好啦 謝謝江蕙小姐 接下來在節目當中 邀請到的這兩位名謀 可以說是這個他們所到之處 那都是媒體的焦點 而且他們可以說是名副其實的 高人一等 表示身材是非常的高挑 對… 其實他們的美麗還有氣質 其實真的講起來都是公認的 今天要帶來一些 而且他們在專業素養方面 非常專精的表演 一塊來歡迎他們 陳思璇 蔡淑貞 好…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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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YES 李宗盛 Can you feel my voice begin Can you feel my voice begin 來囉 Yes 真的是美不勝手 憑良心講 剛才二位 你們在那個表演的時候 你請坐 剛才二位 還有更熱鬧 新鮮精采好看的 在後頭馬上回來喔 剛才二位 你們在那個表演的時候 你請坐… 真的 我講真的 後面的女生都 怎麼為什麼 女生的肢體 可以這樣子淋漓盡致的這樣表達 因為剛剛那個 從那邊走進來那個 那個要經過多少年的訓練 是不是 沒錯 台上十分鐘 台下十年共 其實表面上光鮮亮麗 在這個行業裡面 競爭是相當的慘烈 比激烈還要再加一級 真的 不要看他們幾個人 如果大家不對盤的時候 這一個團體你們大家走這個秀 裡面小動作很多 對 打哪兒去 內行 內行是不是 我再示範一下好了 我們示範我們去上海做秀 就有一個橋段很妙很好笑 那個橋段先解釋一下 我們是在一個貴妃椅上面 那時候淑貞是躺在上面 我是坐在旁邊的椅背上 另外這邊有一個上海的模特兒 是個名模 我們另外有一位台灣名模 林小姐 她也是坐 她是站在旁邊的 妳要妳演 我演那個上海名模 好 我演家綺 對 因為 我家綺都講出來 我 那家綺沒有錯 不小心 喔 開始了 因為家綺我們那時候排的時候 我們的姿勢是 鼠貞躺著 我坐著 家綺站在椅子的後面 那個上海名模是坐在蘇貞的旁邊 對 可是 因為我們站很久 所以回來的時候 那個林小姐一回來 就坐在人家的位置上面 我先把她搶過去 她可能是腳痠了 所以她就坐在人家的位置上面 我是那個兩個字的上海名模 就直接這樣踢喔 然後家綺也很氣 她覺得 家綺最後她很生氣 她就這樣 就走 走到後面 可是我們要解釋一下正常的狀況 如果有人坐在你的位置 你就是站旁邊 定念就好 你不用去應急 據我了解還有什麼這樣 在伸展台上面這樣 對 因為他們必須要競爭 這個出去的時候 有回來跟這個交換的時候 對 所以她一交換的時候 其中一位就可能要走過去 那邊掌握動作很大 剛好經過她肩膀就這樣 就是一種對不對 這個還算客氣的 還有一種就直接這樣 有沒有 應該有這個 真的嗎 就是恨到極點 然後啪 對方便一趴下去 就對方一趴下去以後也很厲害 一起來就這樣 一起來 然後一看就這樣 大部分都不是故意的 還是會撞 那我們可以來等一下那個喬蛋 真的有這樣 要出去秀的那個人 當然走在舞台的中間 回來的人要讓他一點點 所以要走在周圍旁邊一點 我們是大家就有一個規矩 就是要錯左肩 就是他的左肩對我的左肩 因為有些人會不知道 走左邊還一路邊 對 所以我們都是有一個規矩這樣 那我來演那個新人 我演要出的人 有新人 像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對啊 對 新人會搞不清楚左右 他看到妳他也嚇到 對 他很緊張 所以他就會就跳起舞來 就不知道該擺哪一天 這個妳的講 我們是以後就可以注意一下 對喔 分得出來他們的資格是先後後這樣 還有什麼勾心都有 就大家講好 等一下就什麼樣的配件 那是什麼狀況 像妳今天好像就已經被那個誰 被萊茵了 萊茵的萊茵 因為妳們講好的是 我們 沒有啦 他今天突然多了很多配件 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就是萊茵的版本 其實昨天就只有這個白洋裝 然後到了今天就有帽子 手靠啊 而且我們剛剛在萊茵那個姿勢的時候 他臨出場前他跟我講一下說 我忘了剛剛你們 等一下我做什麼 妳就不要管我 妳就做妳的就好 喔 就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那我覺得勾心鬥角 現在其實真的不會 那我有跟到比較上一代的年代 那 馬姐應該知道 馬姐 哇塞 馬姐 哎唷 馬姐以前也是因為名模 妳不說我們一直以為 她只是檢察官而已 沒有啊 以前的名模身材就是到這樣就可以 對 以前的模特兒大概這樣 我這麼高 個子這樣我就不得了了 或者是再多高一點點 大概170 170 馬姐以前那時候 是不是都要自己戴大耳環 戴配件 對 我知道那時候就是有很多模特兒 大家彩排的時候都戴好小一顆 結果零出場的時候 大家突然耳環都比大了 就是出來的時候 所以啊 所以女生在一起就會比 所以剛開始好東西 都不能先給大家看 對 沒錯 對 都要先把它藏起來 對不對 藏起來 等到正式演出的時候 才把它 奇怪 怎麼突然這麼亮 就會跑去那個老師那邊 滴滴嘟嘟 但是我不會說她不好 她家說 老師你看 她頭上多加那個別增 會不會太亮了 還要打槍嘛 對 但是出場的時候 她還是戴在頭上嘛對不對 對 這是更狠的 就是說她忘記拿下來 對 這是最狠的 她就是說 老師說 我們就會 老師你看 她還是戴上去 老師就說 妳為什麼不拿下來 真的嗎 我忘了 我忘了 她還要有 那妳們這個行業 比我們這個還可怕 真的 我跟你講 現在沒有了啦 現在沒有了嗎 現在都是好姐妹 都好姐妹 以前我們在秀場裡面 最可怕的是不能得罪樂隊老師 孔鏘這種 對 這個很可怕 妳一去她 妳看一看孔鏘的誰 她的臉妳看為什麼 她經常就是沒什麼表情是不是 要等香菸先送來 對 孔鏘老師 這是我們費玉清的香菸 然後一看 差不多七 八條 因為樂隊有八個人嘛 對 領班的那個要多一份 其他都要一條 有一次我們就忘記了 結果我們上台唱 比如說我們唱一首快歌 我的一顆星 白我們唱我的一顆星 還有配舞蹈對不對 結果呢 每一次我老師覺得 我的一顆星 就是一個人 妳不要亂 對 然後第一天就太快了你知道嗎 太快以後我們就跟老師說 老師 對不起 那首歌太快了 下一場可不可以賣一點 而且還沒送到 我們不曉得 我們以為唱完台的時候 第二天 第二天上台的時候就 我的一顆星 先給一個人 唉唷 真的是道不敬的這個 後台的冷暖 這裡面有很多訣竅 也時間關係 下次我們再來討論 謝謝我們馬老師 來 謝謝 其實她今天 那個昨天排練的時候 並沒有講要帶這個披風來 沒有 我還講她還好意思說 今天製作單位說 大家全部人都要穿紅色的 你看我們都穿紅色系 搞了一些那麼醜的 一定要穿紅色的 然後穿成這樣 然後她一個人穿成這樣子 所以每個行業 所以馬姐是那個年代的 你記幾年 我發誓 不要解釋 就是這樣 我有跟陳柏惟講好 我倒不然穿紅色 好啦 接下來 其實不一定是走秀 可能妳的坐姿什麼 任何一張椅子 妳可能 妳就要擺出妳一個女人 應該有的這個 峰之錯約的這種風範 他們兩位要給我們示範一下 什麼叫做這個姿勢百分百 來看一下 好 好 好 嗚 喔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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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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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tuned in but the radio keeps in silent silence Can you explain or make me sad? I ain't here to disappoint you Girl I ain't here to disappoi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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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掌聲鼓勵一下 飛哥 你一直繞著我們彈彈陣 但我不知道怎麼辦 等一下 我覺得飛哥碰到 高個子女生就想跳恰恰是嗎 不是 因為他跟他牽著我的手 然後讓我的頭在他手下面過去 對男性來說是一大五 但是在那一剎那之間我覺得 人間無限的美好 這是上帝的傑作 而且飛哥剛剛的喜悅 是自然散發出來 從你出來的時候那個輕盈的腳步 頓時我看到飛哥回到了17歲的那個 那個年紀的感覺 我記得我看 17歲那一年我剛剛好去動手術 變亂了 掌聲給大家二位鼓勵一下 謝謝 八卦偵察亭何立秀 他是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他是女人心目中的魔鬼 那他那個不要的那個寶貝放在哪里 有那麼多的 幸福你怎麼走到那一隻咪色彩長大 啊欸 今天為什麼 阿姨啊 拜託給我擠50塊來講 人紅適配多 不紅不偵查 八卦偵查庭 馬上開庭 會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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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舞 請肅靜 腳破 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這個檢察官要起訴的是哪一位 今天要起訴這位是 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女人心目中的魔鬼 何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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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麗秀小姐 是一個韓國的藝人 那今天各位陪審團你們有 我們台灣跟韓國的法律也不同 而且我們藝人也不通 我們江湖的可能會痛 對 不能把阿翔 因為她說要怎麼判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值得討論的 我們先請這個律師進來問一問好了 看他怎麼決定這件事情 來 我們請這個辯護律師 謝正六先生 來 阿娘好帥 阿娘好帥 看上阿彌陀 我真的會說 對啦 但你不記得 我就知道你們懷疑謝正六的本事 對啊 我知道 他以前他長大母 就是韓國的人 但你也是知道 對… 我跟妳說不是只有這樣而已 我剛剛才把金元宣那個 韓國的那個案子 就是我去給他擺平的嘛 現在和解了 對… 金元宣以前比較有朋友 所以說謝正六律師 聽您這麼說 那意思是今天何立秀小姐的案子 對你來說一點問題都沒有 法官大人 可能問題大了 你不是前妻也是韓國人 前任女友也是韓國人 為什麼還問題大了呢 對啊 不然怎麼跟她溝通 還會來溝通的 到底你對今天 這何立秀小姐這個辯護 有沒有信心 覺得可以溝通嗎 我當然是有辦法 我只要在我的經費裡面 再撥一點請一個翻譯就好了 我還有一位翻譯 還可以通通嗎 你看通通嗎 妳看通通 妳看通通 嗨 嗨 小女兒 小女兒 等一下 問題是她的韓文怎麼很像日本話 為什麼請到這位日本小妞呢 因為何立秀當事人 她日本話講得很好 對 我們這邊就找不到一個韓文很好 所以何立秀會用日本話 我們聽不懂 Essa幫我們翻譯 你聽不懂 對 是不是現在要請二位的當事人來 我請我的當事人何立秀小姐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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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很漂亮 嗨嗨 妳好 何立秀小姐 妳好 跟大家問候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何立秀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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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各位都準備好了嗎 今天我們的國際法庭 馬上就要開始了 我想請這個檢察官 妳有什麼要起訴的 是不是現在可以開始了 我想這一開始 這報章雜誌上常常在講 這何立秀小姐拍戲的時候 她只要看到男生有沒有看到 就會發出這種 被章魚的吸盤嘴 然後去吸別人 施衣男就是其中的一個受害者 協會有名真的 因為他們在作戲的時候 外出他們的男友的工作 仗友的那些在作戲的時候 然後天啊 對 他媽的 對 但是 他們看著我 然後他們會對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了 對不對 解釋得很清楚 他們看到她 就自動地愛上她 跟我們這個Tucco有什麼關係 他說開玩笑 開玩笑 那正式的事情是什麼 一生在工作 也許那些人跟 工作完畢都可以成為好朋友 對 這個會不會的 這個不夠說 等一下 我聽到有 現在是說 在拍攝的時候 每天做上都做好朋友 大家就我們都要開玩笑 好 受感的時候大家都要玩 對 抱歉大家來祈禱一下 好 現在在怎樣 關乎全身出來的日文 這是講得到的 簡單的我聽就懂 真的嗎 已經翻譯完了 以前講的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你是講白語 我以前講的 對啊 你是講台語的 你講台語 我聽了都沒有台語 所以妳要再講一次國語 今天是怎麼回事 這邊講台語那邊聽不懂 這邊講日文這邊聽不懂 不是啦 這邊用日文問他 他用英文回答 他聽懂日文話用台語講過來 他又聽不懂 而且你們還要搞清楚 我們今天陪水堂 後面還有五位白俄羅斯來了 他人家都不講一句話 謝謝 不過講的是我想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在這個人生當中 要從一個男性變成一個女性 不然就是第一個會受到很大的刺激 不然就是 他背後有一個什麼樣的力量支持他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手術 那是 自己的運命 所以 他說這是他的命運 所以 為什麼妳是飛哥 為什麼妳我是艾莎 為什麼妳是阿姨 就是跟這個一樣的問題 所以這是沒有為什麼 這是他的命運 那請問一下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那他那個 不要的那個寶貝放在哪裡 有那麼多的 有那麼多的 早就拿去煮麵線放大餐了 阿姨啊 拜託幫我切50塊來吃 不是 不是 因為我也很好奇 因為那個以前的太監 他們都要把那個寶貝放在寶貝房 那他們這個變性之後 我也很想瞭解 到底他是冰起來呢 可是有洞起來 我們要講嚴肅的問題就是 中國人講身體法夫受之父母 這個也是父母給予你的一部分 雖然你不要他了以後 你是不是應該做一個什麼樣的處理 或是弄個小墳墓 把它埋起來或什麼之類的嗎 這個本席認為呢 他就說 為什麼爸爸媽媽給你這麼生的這麼胖 為什麼你要有錢肥呢 跟這個一樣的道理 掌聲鼓勵一下 你再問他 看看他現在有沒有男朋友 我沒有啦 沒有喔 因為 我的心裡 只有他 沒有啊 他看你啦 他看你啦 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 還沒開始咧 我想請問他就 他在交男朋友的時候 會在第一時間告訴對方 他是個變性人嗎 還是說 如果對方不知道的話 還是說他會隱瞞一輩子 就是讓他是以女人的角度 去面對那個男的 當年我說他 告訴他 他會告訴他 他說不想變人 不想變 唱聲鼓勵 我覺得… 我… 以前不是說這種事 有事也有事 他說之前沒有告訴那個男朋友 然後這樣敲碗過 所以我成為男人 那些人看過後來 有事也有事 然後後來他變成明星 然後那個男朋友看到的時候 嚇一跳 那當然會嚇一跳 我想問說 你們就是在跟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感覺嗎 因為那神經是接在一起的嗎 應該是沒有錯 是有接嗎 那妳要不要問什麼形狀現在人 所以感規 有什麼感規的感覺 當然 我有 當然 因為如果妳觸碰妳的髮 或在哪裡 妳不會感覺到什麼 妳的意思是當然我們有 對 任何皮膚或髮 我們會感覺到 對啊 妳看這回答對不對 對 對 太棒 而且我們 真的 韓國也有這種事 一番最初的男人 一直問過 當然有 當然有啦 就是他說他在韓國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很多媒體都會問他 一樣同一個問題 好笑嗎 我是覺得他 他很辛苦 因為他在問他自己會害羞 因為他 結果妳們一直叫他問那個 很大人的問題 還以為一個 他現在跟之前 還沒動過手勢之前 跟現在的 譬如說像妳一樣 有沒有正常的 每個月都來泄紅一次呢 請問一下 他有沒有吃過紅豆便當 一邊都有吃過紅豆便當嗎 沒有吃過紅豆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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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妳講兩道飯啦 我講兩道飯啦 那是紅鴨飯啦 紅鴨飯啦 阿姨小姐 會啊 他說沒有吃過紅豆便當 他有吃過梅子 是不相信我 妳說什麼 妳說真的不相信我 對 給他慢慢講 每一子放便 一樣的 一樣 我問這個正常的 妳怎麼說對邊說是啦 對 妳這次問什麼 我已經賣了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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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響 聲響 這沒開 小組 小組 導播 我到底拍哪裡 不是 我說是每個月 譬如說你們現在已經沒有來對不對 我有啦 妳聽啦 阿姨 妳不要亂來 阿姨 妳不要亂來 我都忘記 對 阿姨講的是有道理 對啊 我們一直以為阿姨是用她自己的聖理 在講別人 沒有啦 懷孕了怎麼會來 沒有嘛 對 有 我發誓我還有來 蛤 妳神經喔 哪有這樣子 我是問 說艾莎妳問她 她是不是跟妳一樣 每個月都還會泄紅啦 哎唷 文英阿姨顯然對醫學不甚瞭解 變性人怎麼可能有月事來潮呢 而且更驚爆的是 何立秀居然代言衛生棉 精采的八卦內幕好戲不斷喔 我是問 說艾莎妳問她 她是不是跟妳一樣 每個月都還會泄紅啦 你講到什麼紅豆 紅豆變成 所以妳們就不了解 這個是日本 日本的文化 這是日本的習俗 我介紹給妳聽 因為日本的噪音 如果第一次 第一次那個生理期來的時候 都要吃紅豆飯嗎 都要吃紅豆飯 所以妳們還沒搞懂 那我現在是問 到底有沒有啦 有沒有妳說 哪有時候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要起訴她 她那個廣告代言就不實 她代言做什麼廣告 她代言一個衛生棉廣告 對不對 我們女生也MC來代衛生棉廣告 那是很正常的 她沒有又代言 那不是很奇怪嗎 對 一個代言 一個代言的人 一定要試用她的產品 到底好不好 才可以介紹給觀眾朋友 她自己都沒有用過 對啊 這個…抗議 對不對 為什麼抗議 我想一下 為什麼會接這樣 我知道 我知道達斯様 韓國在韓國上 那些東西 公司的東西 那些東西 我看著看著 好 她說 在韓國有一些很有名的男生的明星 有好笑嗎 我怕妳記不起來 沒有 可以 男生的明星也有在拍這個 微生棉的廣告 所以不管 這個是男生跟女生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那為什麼他拍這個廣告呢 因為她是一個那個變性的人嘛 所以他拍這個廣告的話 比女生拍這個廣告效果 好好 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含義真的是不錯 哇 這樣你們聽懂了嗎 對不對 我覺得今天呢 各位陪審團問的問題都非常尖銳 但是呢 我們的當事人何立秀小姐 非常的坦然的面對所有的問題 而且這個具實回答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那麼經過這個八卦偵查庭呢 偵查了之後呢 本廷認為呢 這個何立秀小姐的魅力呢 是足以征服觀眾 而且跨越了性別障礙 大家是喜歡她 女生也會喜歡她 對 我們相信她在演藝事業呢 一定會大放異彩 本廷宣布 今天的八卦偵查庭成功退庭 好 謝謝 對啊 我不是優格啦 優格 對 不是 不是啦 對啊 不是 既然賠償團給我們 我是護理啦 那麼既然 有沒有感覺 他們都說啦 何立秀很漂亮 謝謝 大家都對她這麼好 所以說我們一定要請當事人 表演一首歌舞給你們看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兩位秀 大家在哈利秀小姐 都很親切的心情 對嗎 所以今天有什麼秀 可以演給我們 我在中國唱的曲子 Foxy Lady唱給我 他說他今天有準備了一首中文版的 那個他的一首歌 Foxy Lady Foxy Lady 呼籬女人 呼籬女人 掌聲歡迎一下 好 對嗎 好 是不是 擦擦少一把 配不KA 你放 burgers 招下臉 擦上紅指甲 多加美 我能力 你 是多悟空 逃不哭 我此心有經 不是狐乳精 愛想互惠犯女 當我已 夜黑的很刺激 外面藏藏心情 我会相信 你愿意在美丽 有狗人的情形 男人在藏在心 别骗着你 别刺激 可爱的发现脸 给你 给你 要快乐我接近 是你 说你 别啰嗦快工作 是你 再训 你就是我的心 接下來介绍的这一支團體 其實大家不陌生 當然 因為他們的藝術境界非常的高 所以已經經常被我們邀請到 節目裡面表演 來自花蓮的海洋公園 一起來歡迎他們好不好 好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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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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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sie Cassie 謝謝你非常 謝謝 每次你帶來這麼漂亮的舞蹈 我們非常喜歡你 Cassie 謝謝 謝謝 別來… 別來… 我… 你現在要切什麼就對了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跟你說運氣 我是follow you了 我們不可以說一定要捏雲底 我跟你說對不對 我們也不是在操作 對啊 我最好運氣也是大學畢業 那種 但是一件事我猜 有一件事你覺得懷疑 為什麼 為什麼菲哥只知道Cathy 對 怎麼我只是記得Cathy的名字 您問他好了好不好 你覺得如何 我不知道 可能是原因 就是因為他會講國語嘛 太厲害了 對啊 這樣子我們太沒有禮貌了 是的 我們應該問每個人的名字 對不對 你的名字 Cathy 你 Cathy OK 她是Cathy 我叫Cathy Ca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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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Kitty Cathy and Kitty Cathy and Kitty Cathy and Kitty 好有 無關喔 應該是這樣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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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得出來嗎 我需要問一些 我的協助員 Margaret 請 哈囉 你知道她的名字跟兩個Kitty 怎麼分啊 Kathy 你覺得什麼名字 我在問妳 沒有 我也自己搞不清楚 妳也搞不清楚 什麼意思 因為其實Cathy跟Kitty 其實這個是一個名字 那全名呢 全部的名字還有姓 加開車差不多 加開車 看一下 就是他們兩個是全名字 其實短的是Kate 比較長的是Kathy 對 所以兩個都一樣 對 可是就是他們講的翻譯 比較不一樣 所以比較容易分得出來 他是誰 他們的舞蹈很棒 讓我們感覺到 俄羅斯的文化很不錯 這個跟俄羅斯的文化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這種翻譯 妳現在是跟我在 妳現在是一個機器 我說什麼妳就幫我翻譯 他們就會覺得我神經病 對 所以那個的意思是 從他們的肢體語言 他們散發出來那種感覺的那種 The passion The passion The passion Yes Fashion跟文化 交很多好不好 OK 對 他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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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我要請他們去吃飯 你上次已經講過 真的 我跟你講 你這樣講 他們會越來越不相信 是一種禮貌OK 你可以翻譯嗎 我想買你吃飯 你看他們的臉 我不會騙 你幫我加一種東西在這裡 他們的表演非常的好 謝謝大家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馬格麗克 金元軒 成為大哥的女人 引發金馬戰爭 金元軒向瑪格麗特宣戰 我要搶回菲哥 瑪格麗特嗆聲 互怕互 誰怕誰都寫出來 沒想到我只出國各把禮拜 這兩個娘們 你造成多嚴重的問題 我的感受是 菲哥是一個花花公子 瑪格麗特 我應該對我的行為 對你要有一點負責 至於說金元軒 他只是過境到台灣來一下 那麼這個 我而且也沒有碰到他 至於說林輝 不… 沒有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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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我就對你真的是坦白 報紙沒寫的 來 接下來到了我們大復活的單元了 什麼大復活我都不知道 大復活有 因為最近我們台灣有一對這個情侶 之間好像發生了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這個大復活的單元 要幫他解決問題 對 以前我做過這樣類似的單元 就是他們年輕人 快要瀕臨分手的時候 對… 其實我們幫了他們一個大忙 沒錯 我們今天那個男主角是誰 你啊 我是… 我是變大復活的男主角 對啊 你不知道 你這一趟去了這個中國大陸 你看看台灣鬧成的滿城風雨 金馬戰爭啊 對啊 台澎金馬打起來了是不是 不… 看 要看內文好不好 內文 金元軒向瑪格莉特宣戰 我要搶回飛哥 金元軒 我跟你講 我就是喜歡這樣子的女性 敢愛 敢恨 對不對 今天剛扶手海咪咪 不是只有那一條 還有很多耶 今天是什麼了嗎 你看 張飛愛瑪格莉特 比金元軒多 報紙上這樣寫喔 你看 瑪格莉特有說什麼話呢 瑪格莉特嗆聲 互怕互 誰怕誰都寫出來 沒想到我只出國各把禮拜 這兩個娘們 你看你造成多嚴重的問題 我是不是該請瑪格莉特 出來一下 這真的嗎 掌聲歡迎瑪格莉特 來 不好意思 怎麼會造成這麼多的這個 有困擾 沒有…我沒有 我對她還是不錯 沒有做錯什麼事嘛 不是… 這這個妳要聽人家的感覺 我的感受是 菲哥是一個花花公子 什麼話子喔 我哪有人講話要有證據啊 對不對 什麼證據 對啊 就是在這邊有一些那個美女 一出現那個眼睛就亮到不行 她就戴那個墨鏡沒有用 你知道嗎 我們都看得出來 詩璇跟淑貞 對啊 剛剛那個兩個那個眉膜 眉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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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一種對於一個 一個女性的注目力 那個眉膜一出來了 她已經吃掉你們 想吃掉他們 想吃掉 已經用眼神把他們給吃了就是了 真的 還有這樣也不過 剛才是來賓嘛 我哪有什麼 還有什麼 而且剛才我們江蕙姐出來的時候 我看到馬閣在後面 眼眶有一點泛著力氣 大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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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母那幹嘛需要那麼多包包 好不好 剛才抱太多了 那是因為我跟她的 叫交情嘛 只是跟她的交情 那也沒有啦 就是這樣來賓嘛 還有什麼 還有那個 這怎麼能這樣子 金…圓圈 對 金圓圈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 不 其實這些動作 你的一個抱抱 是… 其實在馬閣的心裡面 都是像刀片割下去 她是一種痛 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們兩個這件事情 今天也該 這個給人家一個交代 好 男生 大復活呢 女方告白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接下來我們要看 我們男方的告白 Margaretta 其實我也很抱歉給妳 帶來這麼多困擾 因為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 就算不是真的情人 也是螢幕情侶 我應該對我的行為 對妳要有一點負責 但是我必須要解釋 江蕙小姐 那已經是過往雲煙 你是過去的事情 而且我跟她兩個 並沒有真的發生過愛情 至於說林蕙 不是… 沒有說過 沒有說過 沒有 所以你看 我就對妳真的是坦白 報紙沒寫的我還要再說出來 所以說 至於說金元軒 他只是過境到台灣來一下 那麼這個 我而且也沒有碰到他 其實在上海的每一天 我都想打電話給妳 因為妳一個人從俄羅斯來 一定平常都沒有一個好的男人 在妳身邊 我想帶妳去吃飯 天氣冷了幫妳買一些貂皮大衣 說到要做到 最近又常常看到 又看到妳的宣傳 騎著摩托車帶妳跑來跑去 我覺得心裡很難過 賓士320好不好 說到要做到 說到要做到 請妳給我一個機會 希望妳接受我誠懇的這個告白 讓我們繼續交往下去 好 接下來 我們到了一個做決定的時候了 我們給你們兩位 這個5秒鐘考慮的機會 5秒鐘 5秒鐘計時 5秒鐘開始計時 5秒鐘時間到 兩位請選擇 雷哥好壞喔 不是 對… 因為選擇人家以為只有他選擇 其實我也在選擇 對…當然 我想像妳真的跟這個女生相愛 就很麻煩 一篇報導就弄成這樣 不得了啊 對不對 妳是真的很會吃醋的人嗎 基本上不會 基本上是不會的 對 我可不可以送給我的書 妳輸出來了 出書了 出書了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嗎 不行 再出了 好 先拿… 可以… 我出書了 很棒好不好 我們帶回家慢慢的看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最近跑了一趟內地 這個也滿有趣的 就這個人紅不紅 在那邊不是這樣講 怎麼樣 他們說你夠不夠火 夠不夠火 對 那大牌藝人大不大牌那個怎麼說 大腕 他們說大腕 大腕 好像哥爾伯嘛 大腕 你手骨有大肌嗎 我們這邊是說大牌藝人 你們有沒有看過大牌明星 有啊 過了…很大牌 我也很不錯 你們兩個真的臉皮很厚 照你這樣 你們說出來大家笑那麼大聲 你們就要檢討一下 你認為說真正大牌應該是 照你這樣講 那我不是更大牌的 你超級大 超級大牌 大牌是要講究出門的行頭 今天介紹這輩大牌 我先給你們稍微講一下 是怎樣 幫他提化妝箱的 余天 搞清爽一點 幫他背今天的表演服裝 跟他私人旅行帶裡面 有BB機一大堆的 李亞平 你看到沒有 這樣說起來就是今天比余大哥 雅萍一下更大牌 開玩笑 那提皮箱又余天 對不對 我不是在後面 這才是大牌 對不對 但是他很大牌對不對 也常常被拎皮箱的人 回家打一對 你這個大牌我怎麼拍照 很難拍 這個大牌我做得很辛苦 這一次來我們節目 膝蓋練到都紅腫了 為了他那一段才藝 不是 他回去被提皮箱都打了 今天他真的苦練了一段 沒錯 要證明一下 他是靠自己的本事 在走這一條路好不好 那就是余琦小姐 歡迎 北俄 他不南平 國人 他不見 加分 知不得 你 你 看 那 過 你看 LD そ i see my hands spinning round and round to you and me now to you and me now to you and me now to you and the taste of your lips are all right you're toxic I'm sleeping in mine you're a taste of a poison paradise i'm addicted to you don't you know that you're toxic i know that you're toxic 腳碎了 太好了 這位男老師幫我把他喇叭旁邊去 你今天算是撿回一條命 因為剛剛如果喇叭如果一響 這個人 我們是不敢怪到這邊來 那一定是怪那位老師 是嗎 投出去就扁一個 表演得好不好 大家很討厭 好… 這一次是香菲叔叔第一次看到余琦 她是靠自己 不是 第一次看到你靠自己的努力 然後這個成績才是 真的是屬於你自己的成績 沒錯 表演得非常好 謝謝… 謝謝大家 從哪邊證明就是說余琦她表演成功了呢 因為她是我晚輩嘛 是 但是我看她在扭臀擺腰的時候 我跟著有一點心動 喂 余天他們走了沒有 這樣就提起來 對不對 這是一種亂裸你不要脫皮 真的是不錯 真的嗎 對啊 可是我覺得練了100%大概60 然後40在腿軟這樣 不就 其實不會 對 你不說我們看不出來 對啊 謝謝 我們本來也沒看出來的 後來是余大哥這樣 剛剛有一個椅子 好像有一點差一點掉下來 對不對 老爸老媽在那邊這樣 可是我朋友們 爸爸媽媽對她的付出 除了像今天陪她一起到攝影 早上到現在 對啊 最主要是平年來講 在她身上是花了不少的錢 你一共沒過哪些地方 妳跟她說 整個媽媽說 到底弄得要哪些地方 沒有 這個還是媽媽剪的 這她昨天半夜拿自己的衣服 然後就給我套上去 你不要動 然後就咳嗣… 然後胸部那邊 好 夠了…她也咳嗣… 一直剪越…低 真的是這樣子 是她的二手衣 對啊 然後剪的跟狗肯的 我說怎麼這樣 妳就看起來很熟悉 以前在台中 妳曾經也剪她 不吶 就是這個 沒有 既然寶貝的千金 也是我的掌上明珠 怎麼能讓爸爸媽媽不上電視 幫我邀請一下好不好 好 爸爸媽媽來 余天先生 不然你們真會剪便宜耶 怎麼講 我跟過來 他還不過拿個通告費三千塊錢 從頭陪到尾 還要上節目 剛剛那個舞蹈老師捏一把冷汗 不是 他剛剛 他剛剛我確實是不太滿意 怎麼會找一個這麼瘦的呢 對啊 找個壯一點的 要抬他才彈得住嘛 其實不能 不能關那舞蹈的 所以 那舞蹈老師已經是我們裡面 最壯的 你看 你一直瘦我女兒怎麼樣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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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圍角 你很過分 只顧我八台你唱 我們哪裡胖 你說哪裡胖 我沒有說 我是 講一定要講 它是非常的雲襯 而且我剛剛也是講真話對不對 以前我看到小女生的時候 就我擋一下 絕對不能跳 還沒有什麼感覺對不對 剛才跳舞的時候 我那個感覺 好成熟的一個女人在跳舞 我就跳舞 然後我呢 然後我也沒有 然後也沒有 也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感覺 真的 最後也沒感覺 也沒有感覺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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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台灣發展就不錯 真的 對啊 好 我們這個 其實真的講起來的話 我真的很感謝這個張飛同事 也感謝大哥大的單位 給我女兒這一次機會 妳不要那麼客氣 還有 彥琦 妳要真的謝謝 謝謝飛哥… 謝謝飛叔叔 大家都自己人那麼客氣的感覺 還有謝謝幫助我的 全體工作人員 謝謝 也非常謝謝評審大家 眼光 你的感覺 好像要上台臨場 好像做什麼講 我們兩個也會訓練比較好 謝謝製作單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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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非常謝謝余天先生 雅瓶小姐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阿中佩的是 綜藝大跟大張飛 邀請全國觀眾講話啦 好可愛 各位親愛的 董包 我阿輝 在2004年 唱片 我也出來 金鐘獎 我又拿啦 我只有一句話要說 那就是 什麼好運 也不是要做 那你說 對不對 很高興 今天1月1號過十年 阿萬要帶著quis製欣賞 在這邊代表我們阿庄集團 祝大家新的一年裡面 喂 紅番茄 我跟妳講喔 妳要祝福人家 妳要有創意一點啦 開玩笑 我只提分萬人 妳不去想想看 我這一次的祝賀詞 我從一祝福到十 祝大家一言負詞 不錯 名利雙收 Oh yeah 那三人 三洋機車四輪傳動 對 對 接下來五福林門 北港又此事 親戚事變八福聯盡 久後不開車時全大補他 嗨 嗨 聽完這番話 相信各位對我阿萬國文德哲義 一定感到非常的佩服 好啦 當然 今天呢 我們將邀請我們演藝圈的大家長 為我們做一個新年的特別談話 各位女士們 接下來 讓我們歡迎 綜環演藝圈 三十年 素有這個阿嬤殺手 下你的客氣 阿嬤殺手的最愛 永遠的綜藝大哥到 揮甲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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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各位親愛的 同胞 回溯這一年來 我阿飛 在2004年 可以說是交出了一張非常漂亮的成績单 唱片 我也出啦 金鐘獎 我有拿啦 我只有一句話要說 那就是 什麼好玩 媽媽是要做 我讓你給我 丟丟 丟丟 貝哥 你看 自從我跟阿中 這個戲班來到這邊講實在的 我實在很厭倦的 那種打打殺殺的生活 你看 他每次來演 不是那樣把頭爆炸掉了有沒有 不然就是玩火啦 犯火啦 犯怪獸啦 老實說 我想轉型 您想轉怎麼型啊 我想拍部充滿著親情 愛情 讓人感覺到我的熱情 純情 溫馨又感人的布袋戲偶像劇 布袋戲偶像劇 你有沒有搞錯 劇本好了 演員也都找好了 我感覺到好萊塢那幾塊大招牌 正在向我招售 那你趕快去啊 這就可惜了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你知道嗎 這部片對不對 一定是那個千萬大製作 我算過了 差不多要8千萬 我賣了我所有的夾蛋 就差那麼一點點 真是可惜啊 哎呀 好兄弟 你叫我一聲飛哥叫假啦 說 差多少 差 差七千九百九十九萬 九千九百九十九塊 你看 這是我所有的夾蛋一塊錢 就差那麼一點點了 你說氣不氣啊 飛哥只要你肯幫助我 我跟妳講 我相信 好萊塢就在我的前方 我懶得理你啦 都不是沒錢 嘿 飛哥 你不要這樣子嘛 我告訴你 你如果聽到這部電影的名字 呵呵 你一聽了 就會知道這部片一定大賣 你有興趣會投資的 喔 那這部片的片名叫什麼 叫做 《地武來故塞吧》 飛哥 我讓你看看 《地武來故塞吧》 最感人的事 來 我們到上面來看 我當O.S 飛哥走 我們上去 我說過了 我要做一部史上第一部 布袋式的偶像劇 絕對無血腥 無暴力 充滿著親情 愛情 還有更熱情的 三十期目 長棒 不打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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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爺 是T1 飛哥 怎麼樣 不錯吧 充滿 愛情 親情 友情 熱烈四色 站著頭 還都不彈阿渣沙 還不是一樣爆頭 還不是一樣放火 飛哥 你不可以這麼說 我跟你講 那個火放完就開始有親情有愛情了 沒有 這東西我不投資 等於誰玩就嘴裡過 咪… 咪… 阿米達會… 來摸阿米達會 阿米達… 來摸阿米達會 我… 礦石記住 好棒的戲 弟弟啊 我決定要投資他 你不投資是不是 17萬 你說錢多少 那個錢7000多萬 我贊助你怎麼樣 7000萬 雖然離我們的目標還有一段差距 但是我相信永恆一定會成功的 這個時候我想早講唱首歌 唱哪一首好了 老樹牛 走我的夜晚看 綜藝大哥大 同樣都在綜藝大哥大 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